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台北車站地下街 一門男子拿著麵包刀往前暴衝 朝著紅衣男子揮砍 對方嚇得拚命後退 這時一旁保全也趕緊出來制止 事發在5號晚上11點多 男子喝了酒到了台北站前地下街Z2出口旁 莫名踹倒店家的看板遭到管理人員制止 結果雙方發生衝突 他竟然到了附近置物櫃拿出麵包刀 返回攻擊管理員來聽一段訪問 警方到場協助送醫 不過管理員仍宣告不知 不過經過醫生研判 身上兩處刀傷都很淺 並不是致命原因 死因還有待相驗離清